天津卫视 大家好 欢迎大家走进 天津卫视大情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 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 两组嘉宾朋友 欢迎他们 首先要疗愈的是 本期第一队情感嘉宾 李先生44岁 来自辽宁 司机 机女士44岁 来自辽宁 萧绍 她们究竟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请用三个词 形容一下你的婚姻生活 我太累了 感觉不到一点 看不到一点希望 我太无奈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被理解 我只是要简单地生活 难道过分吗 请给你的婚姻生活 打个分 90分 虽然我们吵吵闹闹 还是毕竟这么大了 她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 我不愿放弃我们这段感情 50分吧 我为家附属这么多 她完全看不到 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也想过我自己苏醒那生活 但是下班上 是不是她陪我走过 那就得看她今天的表现了 这婚姻分打这么低呢 50分连格都没及啊 都没及格 男士刚才打的90啊 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女生开来委屈更多 那您先说女士 就是因为这些年嘛 我们结婚都21年了到现在 这段婚姻磕磕绊绊嘛 就是现在就比较迷茫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 继续走下去还是说 呃就是分开 我们的责任重大呀 就是是不是要走下去 就听听我们的意见 那行吧 那您说说吧 就是因为啥呢 你看 我就比如说一件事啊 头一段时间嘛 咱去参加 参加那个亲戚的一个婚礼 正常她那个新娘 不是有伴娘吗 然后这个伴娘去换衣服 穿的是旗袍 后背都露出来 咱也不知道是跟她一时 还是咋个事 你说就穿的那么少 后边整个衣服拉环都没拉上 出来就奔她去了 让她去拉拉环 她就哎 好样就很自然的 就那个给那衣服拉环 就能拉上了 然后当时我就挺生气的 但是你说严谨婚礼 我也不能表现出来 特别不高兴啊 严谨大喜日子 对不对 完了我一会儿又去 哎 拿个胸花 又过去找她了 哥呀 你帮我把这胸花 你得给我戴上 那你自己没长手吗 就胸花自己也不能戴吗 她那个我跟你说啊 她拉拉环是什么事呢 这个小姑娘 她跟我认识 给她娘拉过货 她正好搁这屋里 就这么拐回来了 我是在头一个 她就这么那一样 玩她说 哥你搁这拉环给我拉下 你说我也没丑 我也没丑 我给那小姑娘 护你娘这么顶着 我就在旁边 我就这么就给拉上了 我觉得这事 也不算什么事 人的玩意 你算了吧 我们都是女的 这我要没拉拉环 我铁定不可能 让一男的给我拉 再熟都不行 对 这个小姑娘 我觉得都跟我儿 叔叔差不多 因为我大二十几年 二十了 对不对 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呀 无理呢老多言 还有女的 为啥专门找男的拉拉环呢 对呀 我感觉你就是对男女这种分界感 你也不太清晰 你可以说 你让你嫂子 或者说让这位美女呀 你就找一个人 谁都可以 就是举手助劳 都可以帮忙啊 对不对 那屋里还有别的男的 那你进来 呼啦啦的 后面都露着 他也是怕叫别人看着 他急着骂进来 哥你快帮我拉一下 就这样的 我也就就手 这玩意 我就夸他家 一下就给他拉上了 这玩意有啥玩意 他怕别人看 他咋不害怕被你看呢 对呀 郑姐应该是 首先这个女孩 就不应该提这个要求 如果说现场没有男士 那我捂着我等会儿 或者说哥 我这个拉链我拉不上 能不能辛苦 你帮我找个姑娘 过来帮我拉一下 你发个微信 找姐妹过来啊 这是一 女生首先就应该这么说 二 男士如果遇到边界 不太清晰的女孩 说哥你帮我拉一下 男士首先就应该说 我去帮你找一个女生 或者你等一会儿啊 或者哥给你找个衣服 你先穿上 这是比较绅士的男士 所以那个女的和你 做得都不好 关键还有第二点 那个女孩还找你憋胸花 我跟你说什么事你 她假如拿那个憋针 就给她扎 是不怕的给她扎上 玩着她这儿 搞义不这么拽下来了 就拽 不管拽不拽 憋胸花不是一个 很尴尬的场景 你刚刚解释是因为 好 她要拉拉链 没办法 很尴尬 必须找你快速拉 憋胸花可以找其他女性啊 总之 这个姑娘对你有特殊的信任 我是知道 行 先生 你别再说了啊 你再说真的让我们会觉得 你不是边界不清的问题 你这是装傻冲动的问题 这个女孩就算她轻浮 我可能说得有点重 你应该去权衡啊 这个事就是你错 你别再解释了啊 好 说下个事 还有一回三更半夜了 那都是我睡着以后了 我就听着她在卫生间打电话 什么又闷又挤的 你咋样了 你在哪个房间了 别着急 完了一会儿哥就看你去 怎么怎么 怎么事 隔里面鼓鼓半天 晚上个卫生间出来之后 车钥匙拿着她就走了 我感觉她应该就是去看那女 但是就电话中 那个女的是谁吧 我也没听着 她走跟你打招呼了吗 没有啊 她可能是以为我没听着呗 我睡着了呗 几点呀那会儿 就得有四一二点钟 等她走下 其实我当时我也想 我开门 我出来我喊了一下 到底是去看谁 后来我一合计 怕影响孩儿休息 所有邻居都睡觉了 那个时候 但是你回来之后 我问她 刚开始她还不承认 就跟我使牙准硬 就不承认 就说没事 我下楼溜一圈 一个老师 我跟你姐呀 是整个事的 这个女的 你比我大十多岁 我是不家 是爱上海城的吗 这个大姐是沈阳的 她那只人的 那个腿乖蛇了 她就上上海城那边 为我整骨嘛 上上去治病 晚上了 她这一下 看手机想起来 一看见 我老弟是海城的 我是跟他俩 是个网络上议训 玩的 就给我打个电话 她就说了 老弟啊 那个姐 来你这儿 那个住院了 腿卡坏了 你方不方便 方便那个 过来看看 你说我就是 到咱们本地了 我金地如之一 我就过去看看 其实我为什么 躲卫生间打电话 我因为有意 是江帕这人 好诚意 什么事 扩大话 我扩不扩大话 你不也是半夜 去看人家吗 大一个 你说你还 网络上议议 你网络上议议 你干啥呀 你的目的是啥呀 我就整不明白你 我这目的是什么 就是简单的 也捏一个大姐 赶着腿卡了 我就简单去看看 我没到二十分钟 我怕我 我媳妇再多洗 今晚我就回来了 这回家就寄眼了 哥屋里就仰背 谁也别不应睡觉 我闯不点就叫 我来那动着停着 谁也不应睡觉 玩就呼啥的 我问你个事 有一大哥五十多岁 半夜腿折了 找你老婆去看他行吗 没有大哥给他打 没有人 万一有呢 那个老弟 他就怀疑我哥 那大姐俩不正常 是不正常啊 哪有半夜喊你过去的 干什么呢 你可以白天去吗 对呀 白天我出事都没有空 就正好打电话了 正好就去了 也就是说你跟这大姐 一直在聊天对吗 没一直聊天 平常不聊天 就那天聊天了 这大姐啥时候认识的 在哪认识的 就跟网上认识的 在网上认识的 也许不长时间 能有半个多月吧 有意义去认识 你不是一个陌生人吗 没合计就感觉聊得挺好 当时就可以当姐姐了 没完蛋怎么考虑啊 大哥 那这算不算从网络奔线呢 网友见面 腿都包实了 能干嘛呀 就想多了 那为啥要见呢 刚才陆琦老师问你呢 你媳妇也去见一个大哥 可不可以 我觉得不能发生这种事吧 就是发生了 不行 那你还说我无理取闹 我去不行 完了你去就行 当时我也没合计这些事啊 我就合计一个大姐看一眼 现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了 好 我告诉你啊 老师还有事 她说我见大姐行 我跟你说这严呢 我都看准成成的了 要是一说事 指定就说别人不对 她原来干销售的 卖全无定制 三点五点就聚会 特别是有一天 喝酒喝到九点多钟 玩再冷冷你 九点多还管呢 是不是要再冷冷你 玩近午 拿个电话 小弟啊 大姐都没喝酒 没喝酒啊 玩就在那儿 老说话说的暧昧 哎呦我的天 我都不没法 瞄中 有没有暧昧 什么叫暧昧 你懂不懂 你知道咱 老的啥问题啊 带一个 就是老师 我跟你说一下 他说这种情况啊 我是 是销售全无定制的不讲 他说三天五天聚会 那不叫聚会 就是说咱老板就高兴 玩就说晚上 咱一起就吃完饭玩 再回家 九点多回来 回来之后吧 那不是说我小弟 那是展店的设计师 问我他说姐 那个图是怎么改 他说姐你喝没喝多 我说我没喝多 小弟这个东西 我都寄在脑海里 我就告诉你怎么改 完你就照我这要求改就行 明天往后顾客来 自己就看了 我跟你说 我说你回家 不要把工作上的事 你给我带假来了 老的工作这的事 跟小弟这事 我说别给我倒这事 天天给我堵呢 天天给我堵呢 我说我服了 你别跟你小弟闹了 你跟你小弟俩过得了 你小弟还嫩着 回家就埋来我 个不够高 小弟还有地儿 这个男的怎么好 谁这老公这么好 眼睛老公好 是眼睛下 咱过咱的意义 老哥我跟别人比 我不认就这身高 就不行 所以我先武大郎上 都不弄 我先武大郎上 你不也降到这一年吗 我最起码 我还没骗你呢 那你还骗我了年一天 我骗你怎么玩呢 你不记着吗 我老二小时候 要你买奶粉 你买哪去了 一天呢 回来刚才我空手回来的 后来我才问他 说奶粉哪去了 没买着 为啥没买着 关门了商场 我说为啥商场关门了 你这一天去干嘛了 后来我才跑个问题 我终于问出来了 他去跳舞了 把奶粉忘了 你说你当妈的 你不知道给孩子买奶粉 玩就叫我去买 我一天我开车 我忙你 让你买奶粉有问题吗 你不是当爹的吗 我忘了 你忘了 你怎么这么有理呢 跳舞去了 跳忘了 跳啥舞啊 交一五呗 交一五啊 有舞伴吗 没有舞伴啊 就是得这个得跳 就因为他跳舞 咱俩都经常吵架 不让他跳都不行 大哥你太没责任心了 孩子的饭和你跳舞 这件事比起来 你居然能因为跳舞 把孩子的口粮给耽误了 就是人他得先吃饱了吧 你的孩子就感觉 跟你没有关系 你的精神世界 比你孩子吃饱 这件事都重要 就足以见得 你在家里面呀 没啥责任心 您刚才那个理直气壮那个劲儿呀 就贼让人生气 那还有一回 咱家老二那时候是 11岁过生日的时候 你别瞪我啊 我告诉你啊 我干啥我不说 凭啥我不说 我来我就说一说 咱家老二说 妈我今天过生日 我想吃那个旋转小火锅 晚上我说行 那就过生日 都满足一下呗 对不对 陪伴一下 他说我没有靠 看看车去 妈我就以为是 他是正经事 去看车修车是啥的呗 我也没合计 我就是搭车领孩 去吃那个旋转小火锅 等我领孩 吃完 溜溜大大咱往家走 就是搁那道上 我刚拐过来的时候 我老二就跟我说 他说妈你看看 这是我爸的车不 我这一看啊 副驾驶上是有一个女的 完了后桌牌吧 我就看不着 他们刚开始眼睛还蜜蜂 还笑呢 看到我跟人家孩的时候 这就是眼睛都瞪六眼 完了说哎呀 你们怎么上这 我说你不没有空吗 正好说话的时候 就搁那个 后面就下来一个男的 就好像喝多了 就手踹胯底 就晃晃晃晃的 就说 哎呀 这个是弟妹吧 扎扎腻了 我跟那个 我兄弟 刚去吃完饭 拆除来 就跟我说 那个 你干啥去了 弟妹扎腻 往我没打过的 往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不是 那个上车场了吗 给你打电话 不说没有空吗 他说啊 这个的那个 招我出去吃点饭 完了 那个大哥就说 弟妹别生气 让那个兄弟送我 到车站 完了之后 再回来接你们娘 往我说不用接了 我说我们长个有腿 我说咱长个 我说也有钱 我说咱打车回去 听我给你解 解老子是什么事啊 我儿子过生 也不是说我不参加 参加过 马首席 各种照拍 天天发这样 我就丑着就烦 我儿子干起来了 导致爸也没吃好 干账了 人家过生日纪念一下 拍拍照怎么 不是你这么看不上 你老婆吗 天天就这么找茬啊 不是我没找茬 老师你听我你说 就这点事吧 下午就寄了 直接叫离婚 我就嫌了 我是实在是有点 就是受不了了 我就是太生气了 必须得离 那我就要 你别照顾 我告诉你 必须得离 说咱俩指定是过不了了 我说离呗 我也不怕了 我一和爱人家的 上脑子 上头了 离吧 爱人家的 把民政男女的 说了 冷静去一个月 冷静完事了 看看 要考虑好了 过一个月以后 你俩再来 玩了 再给你欠证 我就真理就回家了 回家了 我也就消气了 往后我先生 陪你阴阳了 当时后来 我也合计了 这也陪你阴阳了 第二天嘛 气就没有头一天 狗子那么邪恶了 我一和爱 就孩子 都这么老大了 两个儿子 你说我也不想说 就是破坏的家庭嘛 就是先原谅他一回 看看他在以后的表现嘛 但是我感觉 他表现一直也是不长好 就比如说吧 有一回你哥 那个他哪干活 二十多天没回 你听我跟你说 老师 那回是我跟你说 我自己上那门通聊 我去修道去 我走了二十天 去了那个工地就说了 等了三天 十天咱就开工 玩回头 等了三天之后了 我心就开始干活呗 又说再等三天 玩咱们还得来车里面住 他都不理解 我哥车里面 玩涨水了 河那边 涨水之后 那水涨的都 都摸到车骨头一朵半 那么哇哇涨水 他都不知道 我差不多叫水都冲走了 玩我抱着那个车轮胎了 没冲走 他说我爬车上了 他都不理解我 那个当时我真不知道 那是他回来跟我说 咱俩都敢干着这敢着说 他当时在那没有 给你打电话 说这事吗 我回头打电话了 不是 你给我打你也没说这事啊 我怎么没说 都发个小视频 那水呼呼的 跟那道上都一米来渗 你发的视频 就是脑袋上系个毛巾 我系个毛巾 沾点水 玩什么抱上了 抱上就省着晒脑袋 一眼呼呼冒暗 玩到晚上就冷 玩个车离带着 他都不理解我 动不动就老说啥呢 哎呀我家这 这都是靠我呀 没有我 我俩儿子都不能长大 那我不也得挣钱吗 我不挣钱 我说就你自己 一个月挣三千块钱 这俩儿子就能养这么大 玩都给我激闹闹的 我跟他 我都有点磕了 我其实我也无奈 我都不想跟他过 你们俩今天来节目的诉求是什么呀 我现在我就是感觉 就是他说话也没个准啊 看你以后能不能说改一改 你这种性格 就说话就 现在就是让我特别不相信他 完了之后吧 他就跟女人的健全感 也不这么太轻 就是给我没有安全感 我就感觉吧 他太不相信我了 就是小题大做 就没法相信 你干的这个事没法相信 你就说吧 你要离还是要过 我爸虽然嘛 怎么说你 我就是气头上嘛 我是想分开 但是我就是合计 就是说 孩子这么大了吧 你说他吧 就是说 对这个家吧 绝对是我媳妇 是尽尽耶耶的 我怎么说你 你看我说得挺狠吧 就是我一到冷静的时候 我还感觉 还是挺好的吧 您二位听完他们的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 老弟给你那个拔个字吧 就是家里头的女人呢 不哭不闹 外边的女人呢 有说有笑 但是老妹吧 你可能是也没发现 你家先生 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问题的话 破豆包 不露馅 都是好豆包 能将就 也都是这个岁数的 老妇老妻妻 其实我吧 作为个大姐来讲嘛 我还劝你俩呢 你们猜我的事就知道 我更坎坷 更憋屈 可拉的 你憋屈啥 你憋屈 看你憋屈 我认为这男的嘛 除了这个男女之间 这个界限没捋清之后吧 我感觉这男的挺好的 还挺顾家的 男人在外边嘛 风风雨雨的 做个大车司机 其实挺不容易的 女家民 你得为他多着上着想 其实除了这个 边界线的问题 我挺支持这个男人的 我就听着你俩 不像真正在过日子的人 我觉得真正过日子的人 是心在这个家里边 都盼着对方要舒坦 可男生你知道吗 我今天觉得你跟你 老婆矫情那点事 特别没意义 你明明知道 你去跟别的女的聊天 是不对的 你为什么聊 其实你也知道 家里边没人说话 你就想在外面 别人夸你两句 大哥你真好 大哥你特别幽默 大哥你特别会说话 大哥你跳舞跳得很好 大哥你唱歌也不错 你不就想在外面 听听这点表样的声音吗 但你觉得家里听不到 你就在外面去找别人要 所以我说你心不在这个家里面 如果这个心在这个家里的话 你至少得知道 你老婆挺辛苦的 至少知道孩子过生日的时候 你当老爸的 得陪陪孩子 你甭管他唠不唠 嫌他唠 你可以跟他讲 我不想跟你吵架 今儿我带两个孩子出去吃饭 都可以解决 但你的意思是 那你们去吧 我不去 我就跟别人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你心思没在家里面 同样对于当老婆来讲 他说发大水了 你没问过一句 老公这两天怎么样了 可能就是一个短信的事吗 你一句话没问吧 所以你的心也没在他身上吗 所以你们两个 只是把钱搭在一起了 生了两个孩子而已 但心都没在对方身上 你说这日子 怎么能过得舒服呢 所以如果你们 要让我给建议的话 我给不出来 因为今天我听到你们吵架 到现在为止 你们都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 那你们想怎么过都过不好 所以我的建议 如果你们不想悔改 也不想反思自己 那日子真别过了 首先解释一下 拉拉链那个事 我刚才在想 如果沙纳老师拉链开了 说陆老师你帮我拉一下 我没有手 我可能我想都不想 就给他拉上了 然后我还 可能还会沾沾自喜 我在想 你看他不找别人 他不找 张老师那么帅 他都不找 他找我是吧 我还沾沾自喜 因为我没经验 后来我反思了 我反思我不对 为什么不对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叫中年花蝴蝶现象 你知道什么叫 中年花蝴蝶现象 就现在有很多的 中年男人 到了四十多岁之后 反而变成花蝴蝶了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条件不好 长相收入都不行 然后也不是很受欢迎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很多的异性喜欢他 然后就结婚了 然后就生育 到了四十多岁 你看他时间也有了 钱也有一点了 月力也有了 然后人也开始变得成熟了 在外面 好像已经开 慢慢开始有人看得上他了 这个时候 小姑娘也看得上他了 那个大姐也看得上他了 同龄的人 也愿意跟他吃个饭 喝个酒 这个时候 他开始外面社交越来越多 身边的异性越来越多 就变成花蝴蝶了 是 差不多 你现在就是一只花蝴蝶啊 先生 外面那些人 你以为是朝你绽放的鲜花呢 别想了 我跟你讲 他们对别人眼力啊 只有你身边那个人 才是一心一意 只对你这一个人的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呢 中年女性的情绪疏通问题 我们现在发现 很多的中年女性在家里面 她唯一宣泄情绪的方式 就是吵架 就你和你老公之间 所有的交流都是吵架 对不对 对 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面憋火 对不对 憋气 对不对 你的火和气 你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宣泄 沟通计吵架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身上的问题 这是目前在社会上面 中年人很常见的问题 那么 现在我要跟你们讲 一个家庭怎么才能不散 因为他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感情 你们因为这两个现象的存在 你们的感情已经被磨损了 几乎没有了 第二个是责任 你们现在唯一勾着的 还有那么一点点 就是因为孩子的责任 但事实上你们已经相互在质疑对方 对于家庭的责任 第三个是婚姻法律的界限 如果第三道防线就都突破的话 那么对于你们来说 家庭就不再存在 所以如果你们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你们还想要 如果不想要过下去不会吵架吗 如果还想要过下去的话 就想想我刚才说的那两件事 男的怎么把你的花蝴蝶的心收一收 你的存在感应该从家人身上找 女的你想想 你的气应该除了吵架之外 往什么地方发 你是不是也应该找找你的爱好 你是不是也应该出去好好的社交 你是不是也应该运动健身一下 这两件事情都解决了 再重新回来找你们的感情 把家庭的那三道防线给找回来 好 就这样 这个解决问题还是得找我们陆琪老师 所以在这儿呢 也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一下 大家如果这个想要找陆琪老师 来指点一二的话 你们现在就可以去他的微信公众号 找他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啊 而且呢你只要提 你是爱宝的老粉 就可以得到新手礼 我来说你们俩的问题呀 就是从根上说 你们俩这婚呀 根不该结 为啥呀 因为结的时候 其实互相都没看上对方 以至于进入婚姻之后 两个人的心态都是不平衡的 所以两个人在进入婚姻之内 都只懂得向对方索取 觉得对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从没有想过 我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应该要付出什么 这就是你们进入婚姻时候的心态 你们自己可以反思一下 那这样的情况步入婚姻 这婚姻能继续吗 能继续 放下你那个不平衡的心态 这是需要自我去调节的 女生如果一直抱着下架的心态 男生一直抱着好像 你吃了多大的亏 娶了这个女生的心态的话 那这日子一定过不好 所以各自调整 各自的内心的不平等的需求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作为她的妻子 你从来没有担心过她的安全 就是这个挺让人寒心的女士 男生也一样 你不要觉得外面的女人温柔体贴 跟你能喝酒吃饭唱KTV 你觉得她们跟你每天笑脸如花的 那是因为那些女人 她只参与了你的吃喝玩乐 没有参与你的柴米油盐 所以既然大家选择走进这个神圣的婚姻 就请你们敬畏她 如果不怀着敬畏之心的话 那你们就散了吧 男生的性格是自己很急躁的 来得快去得快 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优点是什么呢 啊 好了 很快就好了 稍稍你不用劝我 我自己都能过去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女生过不去啊 常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累积 在女生的心中 已经成为了很大的一个裂痕 但在你这儿你是没什么事的 所以才回到今天这个样子啊 女生一直觉得我难受 我难受 但男生就行了 我都过去了 我没事了 你也就没事吧 凭什么呢 你没有考虑到女生就感觉 她很难受的 不要让这个矛盾这么快地过去 也不是激发矛盾 而是解决矛盾 我觉得来了事之后 自己不要去怕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再有下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找到爱情最初的样子吧 我觉得这是你们两个应该做的 然后大姐呢 你对男生来说呢 你给他多一点夸赞 这是你接下来的任务 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这个婚姻状况 还很值得我们探讨的 就是我们可以去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我们的婚姻当中 爱情不复存在 这个婚姻还要不要 我觉得今天站在这儿的两个人 谁也不爱谁 你看女士说 哎呦 我很在乎她跟外边女的边界不清了 什么拉拉链了 怎么炸胸花了 那只是一个投射 她不是因为爱你而吃醋 女士其实只关注的是自己舒不舒服 我的生活里我舒不舒服 我老公钱交过来了 我舒服 我老公二十天没回家了 我打电话他不接 我不舒服 但是他在外边舒不舒服 我不知道 我也不在乎 有没有洪水 那不在我思考范围内 男的也不爱女的 你看中的无非是说 他能够给你养育两个儿子 对吧 做妈妈他比别人靠谱 可是做爱人呢 你们俩还有爱的影子吗 我真的觉得 好的婚姻一定是有爱情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 我们怎么去把它持续下去 你们得重新开始了 否则再过十年 真的尖头的这种 什么抚养孩子 什么赡养老人的责任 慢慢卸去之后 你俩大眼瞪小眼 到时候才是个苦 今天炒 还说明彼此有链接分不开 十年之后炒都不愿意炒 所以你俩要思考 是十年以后我们过不过 十年以后不过了 那不如今天咱就散了 十年以后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咱今天开始调整 二十多年了 你们俩没有培养出来的爱和情 今天开始培养 你认认真真看看身边这个 身材虽然不魁梧的男人 但是这二十多年 赚的每一分钱都拿回家来了 值不值得我们留恋 你看看旁边这个女的 二十年来 喳喳哇哇跟你老吵架 一言不合就拽东西 对吧 就破口大骂 但是她还有没有一些温柔的影子 未来在你生病时候 能给你断一盆洗脚水 彼此照照镜子想想自己的未来 你们再去做打算 你俩坐那儿好好想想吧 是 谢谢几位老师的建议 不用你建议 几位老师给他们的建议 坐那儿想想吧 来我们换下一组嘉宾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曹先生五十岁 来自吉林 个体 贾女士五十岁 来自吉林 个体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的婚运中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她太大女子主义了 她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不能反驳 只要我反驳 那就是错 我俩性格特别不合 她总是那个嘴上个哄的 天花论坠的 实际上 她一点都不说变成我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而且孩子已经到了成家的年龄 我们分开对孩子也不好 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有个完整的家 我更希望从今天开始 她把旧账彻底翻篇 我们俩已经离过一次了 复活之后这么多年 她不但没有赶你的吧 而且还变得加厉了 今天来呢 她能赶就赶 不能赶的话 我们俩就是离得算了 你俩已经离过一次了 是的 老师 现在是又复婚的状态是吗 对 那说说吧 这个离了又复的 这不应该更加珍惜吗 这咋又这么多事呢 她就大女子主义呀 不用我说话 说啥都是对的 我不能反驳 说具体的事 我们家在城市 老人家都在那农村嘛 最近我们这个 不到一个月 我家老父亲嘛 原来是脑出血 后遗症 这次往这下楼之后吧 就是处于处处摘了 腿摔坏了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赶紧的吧 得回家 这个人呢 她父亲也来电话了 老爷子恶心迷恨 吐 我大伯爷子 就是她哥来电话 说你看你劝劝爸爸 要爸上的医院去那个做个西地 查一下子 毕竟都快八十岁的人了 是吗 我说这你说这么敢事呢 不是你还好意思说 那是敢事吗 行你爸拽了 就不行我爸有病吗 那这个事赶在一起了 那我做儿来讲 那我连我爸去抗病 那有错吗 接到信息就已经要接近黑帖了 往后就给他弟弟打电话了 我说老父亲拽了 我说拽的啥样啊 他说那个大姐大姐夫 你们不用回来跟你说 家什么都不用你们管 你们只管安心在外边干你们的事就行了 第二天我说你真的吧 刚我大哥给爸送到车上 到市里了 我们到医院那会儿 让他去接那个 接我家老爷子 去医院查去 接着我就去查去了 查去我还想的挺多的 我现在 那毕竟是我爸摔坏了老爷子 只说信吧 咱说说我们家老爷成细 也成仔细了 这辈子都说 都把那钱看的提命都重要 我理解老爷子那个想法 我说就告他别上我家去了 也避免上我家去之后 不花钱不好 我说咱俩就先给爸 跟大 我们家大爸一会儿也去了 我就把爸和大哥先送家去 然后咱俩再上我家 我爸这儿来 是吧 他好心情说 哎呀别的了 那就是咱们拉着那个 我们家爸和大哥上你家 那个先看看你家爸去吧 这就去了 到我爸那屋 就点一毛就熟了 完了就扔两钱 扔两钱 你说后人家扔多少钱 过来第一查 就是一数到数 我心情说实话 真的挺不舒服的 扔四百块钱 我说你家爸咋还扔个四百呢 老弟查说四百块钱 咋啥情况啊 他说我问我问爸 爸说兜里头钱不够 你看你不够你花三百吗 这还有啥钱你得到 我还以为是你老公给了四百 你老公的父亲 你的这个公公 给了你的父亲四百块 你还要计较干嘛呀 你挑的这个礼我觉得 那你们父亲 来来各位老师 我想问一下他 如果你们的老父亲 正在医院住院 重病了或怎么样的话 我上你们家 或谁谁上家 那个事是死心 不知道吗 不是 如果 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 那个事是死心呢 那就给告诉他 少了一百或两百 我天上就完了 哎呀 你至于挑你公公的礼吗 你怎么天呢 你自己淘汰天上 不就完了吗 咱们先打住老师 对呀 咱们先打住 打住这个事 咱不说就是老爷子的事 老人这事咱不挑 关键问题是 我们现在矛盾在哪 矛盾点是在他身上 他怎么了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看 爸咱还能四百呢 那四百几百呢 弄弄啥呢 这么嚼劲咱俩的呢 那事本来我也不知道 父亲那么大数 对错吧 那是我爹 对我也不能去说去 那你别可笑 那你听我说 我再说一遍 您二位 不要在这 掰几百块钱的事了 这件事情 如果要打大板子 你们两个都要打大板子 你们没有老父亲懂礼术 我们考虑也不周全 你们两个第一考虑不周全 第二个你们不懂礼术 第三个 就因为这个事情 彼此说一罪 哎呀天哪 怎么套这点 你又说一个 是 怎么这样呢 下次咱们怎么怎么样 一句话就完了 你们两个互相 跳对方脸干嘛呢 那四百块钱 那咋我还能有毛病呢 你像我囤的这个 跟前打呢 你们得听我说话 我就今天很委屈到这来 我本身是 这个心情 挺郁闷的来的 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啊 就是为什么 他这么有情绪啊 顺着您的情绪说一下 他在乎的 不是这个老爷子 拿出这个钱 极不吉利 因为那是老人家 他在乎的是 他老公没给他提供 一个情绪安抚 对吧 我跟你说了 你爸怎么拿这个钱啊 多么不吉利啊 他其实想要是 这个老公说句话说 哎呀媳妇我也不知道啊 就我爸 可能是咋了 没想太多还是什么的 这确实不太吉利啊 我回去跟他说说 其实他就要这么一句话 我们俩之前离那些 不小事吗 我跟你说 过年回家他也交不上 老人不是说 怕那儿女说过年 团团圆圆的 回家是不是得过个年 他总会是难受 我这疼那疼的 我说你这疼那疼 你回家可以不干 我干 试试 只要你回家了 老人就乐呵了 他就总意的 就是我回这这么疼的 就总找各种理由 你把良心哥 这么说话吧 我是说我不想 回家过年去吗 我身体不好 我没有 回家再说实话 冬天就是特殊特殊 不怕了 然后呢 每年回家过年 得给老祖宗磕头 给我们家老爷老太太磕头 我说实话 我就故意让儿子起来 我现在是身体 续在啥程度 磕完这个头 我的婚伸疼好几天 就上厕所了 就是说去就得去 我就是手啊 就捏完几个角子之后 都得就是手指都疼 各个骨质节 都得疼半个月 那皮是我给你整没的 说的话说的 它皮为啥没的 我家是农村的 他家也是农村的 他的意思就 从外边去闯荡去 我就不同意 因为本身我是农村 咱也没有什么经验 跟你说 这里生活节奏挺快的 我给农村挺好的嘛 他非得要除去 跟你说呀 就用这炒来炒去 后来就炒黄了 我家孩子16月 没了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 我也出了大工去了 他就学个低级 就是那个学个四级 就开始开出车 其实开出挺不容易的 那天晚上把刹成帽 对面看不着人 完了之后就出车祸了 他奔那个车 前面飞出去了 完全把皮就摘除了 皮破裂了 就用这是皮没的 跟你说 他出车祸 是你在照顾他吗 陪着他吗 对 他出车祸那时候 我一直在照顾他 我也是一直陪着他 出车祸了 人家都要敷查去 老扣门了 就敷一次 我现在身体 就是粘连了 疼 总疼 把这事也挂在我头上 疼就是没了没了这事 当时就不离婚了 咋好地的跟你说 婚身疼也是我给他弄的 这么对不对跟你说 啥事都往我身上推 你说你皮在 你皮在处出车祸 我也理解 我也照顾你了 我又不是没管你 对不对跟你说 那你说你身体造成这种状况 跟你说 跟我有啥关系 跟你说 如果当时不离的情况 肯定你不能小这个司机 咱俩那可能你就是 也不能出这个车祸 对不对跟你说 这不还是有因就有果吗 再说事情都出来了 跟你说 咱俩年过去 你还默默叨叨 那一会儿要是说 咱俩不离婚的话 没有那个离婚的码事 而且你要是说 就是那么一顺着 我咱俩一起 上那个城里打拼的话 我不学低解 或者我咱俩一起 干点别的生意的话 白手洗脚的话 我至于有今天这个下场吗 我说实话各位老师 我真的哪都疼 我疼的时候 我就自个儿都有点 这都不想 就是再继续活下去 那个感觉 所以呢这听出来了 这就是可能大姐 就经常爱翻旧账 那其他的还有什么 主要的一些矛盾吗 管内闲事也多 你说你老爷们 就干老爷们 这事就完事了吧 是不是 我穿衣服得听她的 我不是说管她 跟你说 她穿的东西吧 不像这么 那个女性时尚那种 怎么穿老爷们的东西 上天你看老爷们 那个凉鞋 这个鞋好看的 我买一双吗 跟你说 有女人凉鞋有的是 你非得买那干啥 跟你说 穿衣服这男生是啥 这老爷们我买一双 这衣服是好 挺好看我算吗 咱俩一出去 给你先两口子吗 人说咱俩是哥吗 你知道吗 管你穿还管你啥 就是在家睡得早了晚了 咱俩的都管你 就我俩在一起生活 三十来年吧 说实话 我是因为我幸运 我命大 我就没疯 我都压抑着 都不行不行 马上就要疯掉的感觉 她管你啥大事吗 大事 大事不管 大事就还你说了算了 就是家里所事啥的 其实就用你的话来说 是不是觉得大哥 有点小心眼 她就是那种 娘娘唧唧的 她小心眼 不是我小心眼 她看着是个老爷 可小心眼了 我就比如说今天我回头 她就说 你接着回头 承担女人干啥了 完了我吧 本身吧 血糖还是高 血脂还是高 我说大哥我看了 她说没事 你得下去 运动运动 她说了 你运动的话 你就是给物理运动 要么你就给小区院里 跑个圈得了 不能离开她视线 就差不多 跟视线酸上 你为啥对她 这么不放心 是因为她做过啥 男女边界不清的问题吗 总不行 我们那个行业没法行 咋轻啊 做服装的 两尺就这样事的 量到这儿了 给这儿子量到这儿 看看这儿 那咋轻啊 天下有知情丁度 做服装两尺不正 那是我的工作 那我那是眼睛丑吗 那两里猜疑 你就跟他有关系吗 跟你说呀 你这是不是讲 这不就寂静吗 跟你说呀 可能吧 就是现在这个男的女的 就像那个哥们 这界限没画清 但我是画得很轻点 我这也画清了 我啥事没有 您二位今天来 你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或者找我们 你们想解决啥事吧 因为我们俩嘛 毕竟就这么大岁数 而且我们俩就离过一次了 孩子这么大了 孩子也接近 就是要找那个对象的时候了 我不希望用我们俩的分开 造成单亲的家庭 对孩子找对象有影响 曹先生是希望女士能翻篇啊 那贾女士呢 您希望什么 她还是这种情况不敢 就是天天管我这事 管我那事的 我又难受 年年就是 咱说实话 我要不难受 回家可以 那回家老人做饭 我吃 我直接砸不开那个嘴 我吃不进去 就是您要求她 第一先别管您这么多事 对吧 第二个要求是 不要要求您过年跟她回家 是吧 就是我要是 只要身体 不舒服的形象 我可以跟她回去 好 听完以后 有啥感受 我就说句实话 我这大姐从头到尾 就是说她 就是掉眼泪了 我一点没同情 磨磨叽叽 你净事 不尊重别人 她就是小小不言点 是扩大话 完了 对她老爷们老看着 看着吧 这还不注重形象 我就可以 大哥能将就你这多年 我跟你说 我可以大哥都点赞 不对啊 来来来 你定这爸爸了 你定这爸爸了 你对我有啥意见呢 有意见来 过来上来说 咱各家过各家日子 不生气啊 各过各的日子啊 你们四个人 谁把日子过明白了 吵什么吵 大姐我说一句话 我就给你 矫情那四百块钱的事 四在某些地方 是四季平安的意思 中国人讲一个 四季平安 四季发财 一个老父亲 去看另外一个老父亲 咱们甭管这两个老父亲 谁做的对 谁做的不对 因为这事没有办法认对错 你要从别人关心的角度 给钱了 对吗 对啊 数字不对 是另外一个老父亲 感觉不对的 但是做的有错吗 谁都没错 那现在咱们是做子女的 怎么能让两位老父亲 都舒服 到同时 让你们夫妻关系 变得更好 咱不得看嘴巴会说吗 所以我就说一点 大姐如果您想把日子过下去 就是别再去说 对方这儿做的不对 那儿做的不对 您不妨直接给对方 一个解决方案 你怎么说让我舒服 你怎么做能让我舒坦 今天我不高兴了 你怎么能够哄哄我 他不会说话 你就告诉给他 老公你就这么说 我就舒服了 老公你这么做 我就开心了 您告诉给他不就好了吗 您天天跟他讲 你这么做不对 那么做不对 您身体疼 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现在为止 您说我身体不舒服 全是怪你们 您咋不怪怪您自个儿 您不心疼自个儿呢 您明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 您就不能少生点气吗 您要真的想把日子过舒坦了 好好说话 好好对自己好 好好对家人好 同样对大哥来讲 也是一样的 您要觉得 这老婆我也心疼 那您就少说点那个话 刚才您有一句话 我很不想听 您说 你做手术 怪谁啊 不是怪你自己吗 是怪他吗 他想赚钱 他想努力 被希望把孩子照顾好 被希望生活过好吗 怎么能两口子互相埋怨呢 所以大家都少抱怨一点 可能你们日子 才能过得舒坦一点 哎大哥 刚才他跟你老婆吵架的时候 你生不生气 那是有一点 是有一点吧 如果当时如果打起来的话 我是假设啊 你是不是得 站在你老婆面前 那必须的 第二个问题 事儿老是不能翻篇 你埋不埋怨自己 自个儿知道 但我没像他说的那么严重 其实你们两个人啊 很相爱你知道吧 而且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感 特别的重 就彼此属于那种 一天都不能没有对方那种 你们在生活里面 已经形成了一种 极其粘性的那种依赖感 别和你们吵 但是真要把生活依赖成这个样子 其实也很少见 这就是属于什么 相依为命 那为什么一段相依为命的感情 会变成你们这个样子 很简单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是不是要产生垃圾 对不对 那每天这个垃圾 我们怎么办 是不是往外丢 你们两个人就是 欠缺了一种往外丢垃圾的能力 大姐她的习惯性 我不知道是车祸的后遗症 还是性格使人 她习惯性把所有的垃圾 往你身上丢 你呢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心理防御呢 还是最近年纪大的原因 你老反弹 我估计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 就她把垃圾往你这儿丢 你就只把自己当一个垃圾的 我就一顾脑我全收了 收完之后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垃圾往外丢 年轻时候我估计你这样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最近几年你开始反弹 你垃圾丢过我不要 这是你的垃圾 为什么要往我身上丢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她把现在好像拿那又跟得起 她跟你现在变了 你想想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最近这三四年老严重了 啊 最近这三四年发生什么事了 你你肯定没外遇吗 没有 我就感觉就是说生活压力挺大的 哎 因为生活压力太大 因为家里面的老人都陆陆续续老了 对 自己作为子女也进不到校 还要在外面 两个人又那么辛苦 钱也没挣着 是不是这个原因 对 所以你的心态崩了 她心态崩了 所以她承接不了你的情绪了 所以你们现在开始互相把垃圾丢到对方身上 然后把自己给买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去怪你老婆 因为很简单 你老婆这个性格是你宠出来的 过去几十年就是你把她宠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其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么现在你就不应该说我什么都不管了 你还得管 怎么管 你带着她 我带着你去外面宣泄去 做一些她力所能及的事 身体不太好吗 但是出去看看风景 喝喝茶总行吧 明白这个道理吧 明白老师 对 所以解决家庭内耗的方式 其实也很简单 把家庭的门打开 在外面设一个垃圾桶 不断地把垃圾背进去就行了 好吧 好的老师 知道了 这解决问题真的还是得陆琪老师 给的方法和建议都是特别实用的 有想找我们陆琪老师解决问题的 其实方法很简单 你们去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了 然后记者你要在陆琪老师微信公众号上留个言 说我们是爱宝的老粉 那你就能得到我们的心理 爱宝的粉丝 珊娜老师的粉丝 张瑞老师的粉丝都可以 都行啊 都可以 这周老婆老师和严敏红老师没提示啥意思 你也行 去别对待 行 就只要提示我们的粉丝 或者爱宝的粉丝都行 其实我刚才挺情绪化的 我是觉得您 都经历过一次生死的人了 就是还没有活明白 就还没有参道人生的真谛 就是还没有去珍惜老天给你第二次生命和第二次生活的机会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您想想 命大 那次车祸活过来了 如果要没了 也就没了 人生不就是这些年 这些时间吗 我们人生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一定有一半的时间 会让您觉得很糟心 一半的时间 让您觉得很开心 不光是您身体有问题 我们正常的身体不疼痛的人也一样 每天会有一百件让你觉得心烦和糟心的事 那如果我们每天揪住这些一百件不开心的事 这日子和人生真的没法过 如果我们一天把开心的事情选择放大 那我们这一天的心情就是开心的 我比如说今天我们录像很开心 我就记住开心的时刻了 那我今天一天 可能甚至三天之内 我都是一个心情好的状态 但如果今天我因为一件糟心的事 我把这个事无限放大了 那我可能近一个月之内都是这个糟心的事 所以翻篇的能力和选择的能力 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就这莎娜老师说的一句话 分享一个实际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在生病 我在痛苦的时候 我在演戏的时候 我忘了那些 我会很享受 然后可能这场戏拍完了之后 我还会继续难受 这可能就是我在专注在某件事情上的时候 专注到我的事业的时候 我会忘了很多的痛苦 这是一个共同分享的一个事情 当然我们说大哥大姐 我们刨除这些病痛之外来讲 那为什么会形成了 这个女强男弱的这种感觉 首先女人呢 都是希望被保护 被爱的 被呵护的 所有东西都是 你保护我 你爱我 你给我最好的东西 对是这样的 那男人呢 那一个共同点都是什么 男人是希望被需要的 被欣赏的 被依靠的 当初大姐来到她的身边的时候 发现我需要我被保护 我需要被爱 我需要被呵护 但我在你身上得不到 那怎么办呢 我自己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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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反而追着你 我说你不行 慢慢地让这个男的越来越弱 这个男生也是 我需要一个女人欣赏我 我这个男人是被女人需要的 但是我得不到这些 反而我被你牵着鼻子走 我会越来越难受 越来越难受 所以你们两个永远在形成这个 死的循环 所以才会导致今天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不讲那些病的事情 这个我们不是专业的医生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我讲的就是 你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 女强男弱这种感受 所以这是你们两个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女人没有被保护感 男人没有被需要被欣赏感 这几个根本 才会让你们两个一直出现这个垃圾 往自己的家里倒 但是我确定一点 你们非常爱对方 你们同时需要对方的爱 那要给对方的爱啊 所以多包容对方 好不好 好的老师 谢谢 谢谢 严老师 其实这个女士啊 你想想你这半生啊 你一定认为自己是很不如意的 我能理解你不如意的感受 但是又没有想过 你这一切不如意的后边 谁给了你 还能够站在这里 对所有老师的底气 真的是你老公 所以你老公是你脱底的人啊 其实你不是那个勇往直前 勇勇有谋的人啊 你内心是很柔弱的 一个坚强的人 一个敢想敢干 一个女儿身打扮成男儿装的人 不应该是这样啊 一个勇闯天涯的人 一个真的是看起来很强的女人 应该是我出了车祸没了痞 但我笑对人生 你就少了个痞嘛 该吃吃该喝喝 该锻炼身体 该提高我其他的免疫力 来对抗我缺了痞的这个缺失 我知道没了痞 会有很多的不舒适 是伴随终身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 比你不幸的人 身体遭遇各种意外的人 比你多 去年我一个朋友 四十岁 他过世了 他从八岁开始得癌症 一共得了十二次原胃癌 终身和癌症斗争 直到他四十岁离世 我没见过他掉泪 我没见过他抱怨 他每一天 都是活得很有勇气 很有力量 既是给自己带来的生物勇气 也给同样患病的很多人 带来了幸福和快乐 还有力量 我觉得你也可以 我希望你今天正视自己 从今天开始正视我们自己 我要的人生是怎样的 不再去抱怨别人 也不再去抱怨天抱怨地 因为你是有资格 有能力去享受幸福的 是我们选择了不幸 希望你们真的能幸福 好的 谢谢老师 通过咱们站这样的对话道中 我想就像那个老师 你们说的那个事 我是一个桶 天天装垃圾 看不到阳光的一面 自伦越想越心灭愤 对 这样就说实话 只要我活着 就是我就必须向阳光一方面 就哪怕咱只要是不死疼 咱也就是要阳光一方面 是不是 我知道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好 今天能再谈悟到这一点 也不容易 就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和新的人生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交给两组嘉宾自己 你们好好的到转门后面想一想 如果决定要继续在一起的话 就一起出来 如果你们想再考虑考虑的话 就可以不用出来了 好不好 来 感谢两组嘉宾 哎呀 这两组录得还挺感慨的 那其实他们都无大事 就像你们说是一念新转 就无事了 对 关键是这第二组 他其实彼此之间还挺相爱的 挺相爱的 他很支撑感很强 对 所以预测一下吧 我会觉得都会出来 我也觉得都会出来 我觉得他们这个链接都很深 就能吵成这样 还是因为分不开 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第一组嘉宾他们的结果 看看李先生和金女士 他们两个人是否会出来 三 二 一 请开门 这是在那儿吗 来了 来了 我俩 我感觉我家里就得我手带 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 但是叫我去做出决定的时候 我感觉把这么多年 毕竟他是对家 对这两个儿 兢兢业业 对不对 没有功劳有苦劳 这话说的就有功劳 对 就是有功劳 完了你就是说对我吧 我想到很多对我的好处 对不对 以后多想想对你的好 爱不爱你这媳妇啊 爱不爱你这媳妇啊 好 爱的话就抱抱她吧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 然后把手从兜里拿出来 就做一回从里到外的小女人 你试一试 我觉得一定有不一样的变化 老难看了 不难看 好不好 她穿女身的这个衣服好看吗 不能穿太正规那种 其实得穿着修 她适合穿休闲 这女孩那种休闲衣服好看是吧 对对对 回去穿一次行不 老难看了 慢慢来 你看你笑起来就是很 对呀 笑起来多好看啊 别愁眉苦俩 爱笑 爱笑的女人福气都不会太差 真的 你看我们小鹏老师笑起来多好看 我也是 来吧 接下来的时间好好抱抱彼此 让我们一起进入浪漫 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